他和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吗 因为我们家呢 这个家呢 这个文学气味很强的 就拿词词做游戏 怎么做游戏呢 就跟飞花令有点像 就大舅舅你出去 就把大舅舅叫出去 然后呢我们想一句诗 九里三前做战场 然后舅舅回来 回来以后呢 他随便激进的 好 飞军离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完全随机的 我的回答当中呢 必须把第一个字 九 说出来 说出来 他听了听 看这里面哪个字 比较特殊一点 然后呢 接着问第二孩子 问到三个的时候 他就不问了 九里三前做战场 和大家的鼓掌了 这样 就等于呢 欲叫欲乐 最后来的这个 九里三前做战场 这个诗 你让我忘 我都忘不掉了 所以他这个 和孩子在一起交流 特别有趣 像玩一样 大家特别快乐 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 出了一个句子 让大家猜一猜 商业红玉二叶花 旧是王谢唐前夜 云响衣上花响荣 飞流直下三千尺 春风桃里花开日 满山红叶羽郎桥 红四天涯人落人 每一句里边 找出一个字来 最后拼成一句 七言诗 您这是给我们 留的家庭作业 还是当堂完成的 当堂完成最好 那 我们这里 不是都像您 这样的学霸 我们还是家庭作业 好 家庭作业 好 你们那时候 还玩过什么游戏 玩过一个 叫缆圣图 这个呢 就跟那个飞行棋一样 六个主人公 比如大舅舅 你坐石客 大舅妈 你坐美人 你坐渔妇 什么什么 然后呢 一步步地走 扎骰子 走到哪一步呢 下面就有一个说词 比方叫做尾森桥 大家可能知道 有一个故事很有名的 有一个年轻人 叫尾森 他跟一个女孩子约会 约在桥底下 这个女孩子没来的时候 这个水涨上来了 因为约好了 是在桥底下 所以他就没有上来 就抱着这个柱子 就被淹死了 这个就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他特别守信用 那么如果你此刻 先走到这个尾森桥 这个地方 美女还没到的时候 你必须等她 你就不能走 但美女过了 然后你才能过 等等吧 就每个里边 都有个故事 所以这些东西 现在叫快乐教育 孩子们在玩中 在学 然后旁边 老先生在看 就这个情景 本身就很有 你们家的特点 一边喝酒 或者一边喝茶 谁赢啊 谁输了 他也高高兴 高高兴 走来走去 现在这个缆寸头 搬家搬家 不知道丢哪去了 我还想重新再画一幅 我还想重新再画一遍 我还没关系 你也会跳过 我还能到 마음